超量订购 超买这些米醉烟品 超买大量米醉烟品 悬腾一时的总统专辑实验案 总统府发明新词会定调超买 如今一审判决 遭到台北地院狠狠打脸 14位被告 涉犯贪污等案件 吴宗宪跟张恒家的部分 犯后都否认犯行 所以两处最重的刑毒 没有重买犯的就是贪污罪 检方先后起诉14人 包含国安局前官邸 序位序少校军官吴宗宪张恒家 涉犯以公共运输工具装运漏税物品的贪污罪 被判10年4月及10年2个月徒刑 都取毒公权10年 其余6人6到7年徒刑 而华航帮涉犯帮助图利罪 其中华航空品处前副总求张信 被处于2年8个月徒刑 其他3人各处5到2年不等徒刑 受效以下扛责任 难道上万条烟都是他们筹码 特勤司宴案总统侍卫市主任陈敏华 因独斗部中背计大过 短短不到一年 要降 如今司宴案一审判决 康泽的全是下属 网友纷纷吐槽 果然犯出越多 官职升得越高 也有人说机层埋一条 判10年高层却没事 有野心大量超买香烟 没本事大量超买疫苗 专机走私香烟 总统府撇清陈超买 如今换来法院认证 贪污罪 更让公务员证知道 听名办事的马前卒 随时有可能被牺牲 就做好了 就做好了 好 好